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我要先提一件事件 昨天都然人告訴我的 我今天早上特別來拍的 剛才歷史剛才也在時代 大家可以看外面的陰海報 有陰影像標 我真的搞不懂這個人 是我 所以這代表接下來我講的話 聽到是我亂說 我發出不是我來講的 上面這個名字不是我 好 還是接著我介紹一下 我叫Fred 大家可能對我比較有印象 在上面的導致 雖然我現在不是這個樣子 大家我不知道都很shock 接下來如果你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Email聯絡我 或是網路上找不到 看到的Email其實就是我 你在Github上面也可以看到我的一些 我所做的小波索的發展 剛剛主持人幫我介紹一下 我今年做了一個台灣國民集 如果你有興趣加入我們一起做手機的話 那就歡迎 其實 不會很難 有很多的工作給大家做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就可以加入我們 當然我寫了一本 最近叫我去年當兵 所以我就寫了一本主持當兵的時候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之前做了很多Open Source Project 有LFD、NPK 對面NorJS散線都有 打包你的NorJS Project 做了一些發掘 所以這也是我過去的一些經歷 當然也做了GroscopeOS 希望大家有多多支持 當然再來做一些更多創業 所以我的經驗其實在最近做IoT 都跟我朋友有關係 當然這些都是重點 今天的重點在於 例子 例子做什麼事情 當然是例子 以Groscope同一天下 就是我們大家的夢想 大家為什麼來參與這個 大家付了這麼多錢 就是為了這件事情 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當然我們希望從此以後 JS散線成為第一大的Conference 語言Conference 就是我們希望從暫停眾議員開始 懂啊 OK 好 那我們就進入正題 那話說我最近就是 剛搞新搞 搞了很多有人沒的 從OS搞到Face 搞到Web 再搞到 反正搞到我真的要麻煩 都已經口齒不清了 那 後來就發現一件事情 那什麼樣的事情 就是我自己重複做過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其實同一件事情一直做 我相信大家也都跟我一樣 如果大家有在寫 就不怕覺得 或者大家也在做一些工作的話 都會發現自己一在做的事情 那像第一個 像我寫會員系統寫N遍 我都不知道我在寫什麼東西 每次寫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每次都碰到 而且我們要PoOS 我要支援各種 各種平台的那個登錄 看到那個 要再寫一遍很麻煩喔 那管理系統我會寫N遍喔 然後都不知道他看什麼 那客戶也很喜歡複雜的 全線空管 總是就是 我這個 我總經理要看的 看別人看的不一樣 我最近要管別人 那我現在的主管要管誰啊 我相信大家都很痛喔 而且都重複寫了很多遍 還有 接下來就會說 因為我需要各種的API 給不同的系統用 或是要提供你的第三方那邊 可以來用的這個API 對不對 第三方叫來API 我會寫的話多少遍 那 如果呢 像我啊 我可能不只是做衝網站的案子 我可能做的 不是不只是網站的案子 可能做的有遷入式啊 各種 有跟硬體有關係啊 或是各種不同的關係的 那 我就會更麻煩了 因為我從一個Live 我要寫好多次 我要給WF用 我要給硬體用 我要給不同的系統用 而且Copy來Copy去 所以浪費了我很多很多的時間 這是非常的痛苦 所以啊 證據就在這邊嘛 就是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 我怎麼長得不一樣 人家大學念完了 就是青春的那個 有為的信念 我大學念完是有為的大叔 就是變成這樣 那客戶總是追著 大家就說啊 客戶總是跟你要大便 你就給他大便好了 但是呢 客戶跟我要大便 我每次都是便秘啊 我沒辦法 因為太多的東西 一重複做以後 其實你不會比較快吧 你還是要去解決很多 很多同樣的問題 然後一直碰到同樣的問題 你也很煩 人生的青春就這樣浪費掉了 那所以啊 最重要的事情啊 因為我們寫了很多遍嘛 就動成死阿宅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這個什麼 XM 我看他怎麼念眼睛 就是 基本上你事情做得太多了 你就一直Focus在你的事情上面 最後你就變成一個阿宅 那你的Google消息都吵架我們 所以這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所以呢 我如果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不要太宅 那我就必須 我不能從做事情做太多遍 而且希望能夠以後 不要那麼麻煩一頭 一直做一直做 所以呢 我也想要少一點大數位 那我們能不能用那個 像對於金木的方法來開發 這樣的工作 做開發工作呢 其實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所以於是啊 我就在網路上就是 反正我也是東看看西看看 跟大家一樣 某一天呢 我就看到這個叫所謂的特殊 好像開發程式 那 我看到這篇呢 其實我看到的是一篇論文 他講的這個問題 那他其實是在1980年代 就已經提出了一篇 一個方式 開發方式 那時候是給一些 Database 或是一些系統上的 可以方便他做擴展 做 做 做模組化開發的一個方式 直到後來 我發現我慢慢沒有再討論 直到近年 近幾年來 可能05年開始 但是也有一些人 開始在講這件事情 可是當然沒有所謂的中文的文獻 所以我就自己把它翻譯一個特殊 好像跟這個開發 那簡稱呢 它叫FOP 你可以Google Google完以後其實就是 你要查到Wiki上面的一些解釋 然後又叫做 FOSD SD的意思就是Software Development 那所以簡單來說 什麼是這個FOP呢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會有一個簡單的一個例子 來跟大家來講一下 那今年最有型的當然是這個嘛 第一個聽到之後已經賴掉了 那你會想要怎麼樣去做這個學人呢 如果你是阿宅 或者說我是宅宅的話 我一定知道 我先想做個骨幹 做這個腿 做個頭的骨幹 然後開始堆 堆學 堆完以後呢 我再開始 來做一些裝飾嘛 然後做一些眼睛 鼻子 這樣做嘛 可是事實上呢 這是一般工程師 這樣做的做法 我們一般人不是這樣做 一般人就是 我直接堆個圓球就好啦 我堆個頭就好啦 我堆個眼睛 堆個鼻子 然後再把它放三個扣子 就做好了 這是一般人的做法 所以和一般的工程師和 我們的做法不太一樣 所以要說為什麼 我們很窄的原因在這邊 那所以呢 到底FOP是什麼 它其實是以Feature為本 什麼是Feature 像剛剛講的 你直接想到那個功能是什麼 那 那個就是Feature 那你當然學的唯一 你就直接想到 第一個 你是有太大的肚子 那它會立在那邊 所以你會做一個肚子 一個大圓球 大圈球 那再來是給它個頭嘛 那頭 總共沒有臉啊 因為很可怕 所以你就給它眼睛 給它鼻子 這才是一個 一個一般以Feature為導向的 一個做法 也是一般人在堆積木 小孩子在堆積木的一種做法 那所以呢 到底FOP有什麼 以數學的定義來講 這就比較結射一點 那其實也還好 打到任何高中嘛 都了解這些數學公式 那 假設我們有一個 Feature叫做F好了 我們有個Feature叫做H 那我們 當我們想把這兩個Feature 這兩個功能 我們堆在一起的時候呢 我們有表示呢 就是DOT 你把它DOT 接起來 然後會 等於是我們 我把它加入到一個層次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F 到X 這代表 如果你是層次X 把一個Feature 丟進去 組合起來 就是你的一個 有這個 帶有F功能的一個層次 那X當然相對來 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如果說你兩個都想丟進去呢 你就全部把它DOT 起來嘛 這是一個數學的方式 基本上呢 那篇論文學是從這邊開始 在講一起 所以如果說你去查Wiki 查一些相關文獻 你就會看到它有這些定義 或是有這些 這些說明給大家看 那基本上呢 簡單來講就是 你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元件 很多不同的Feature 你就照相當時 把DOT DOT 到無限 基本上它就堆起來了 你程式就寫完了 那 不像以前啊 我們可能為了要寫程式 你媽學要拼起來 我還不一定 這邊拉一條線 這邊拉一條線 接起來 那這邊拉過來 這邊拉過來的接起來 那模組拼起來就是 雖然都是已經模組化了 可是拼起來就是很痛苦 那用這種方式呢 FOP指的就是 我們規劃途中 方式讓你很容易的拼起來 像基木一樣 它有固定的一個方式 就是你把它接起來以後 它就會照你要的去結合 然後去運行 所以有點像 就是當你照相做 做下來的時候 有點像生產線一樣 軟體生產線一樣 你的Marge寫完了 再給我 我的接起來 然後丟一下 一個下一個方 最後全部接完以後 就是你的完整 你的程式 所以你如果查文獻 它會告訴你說 FOP指最後的目標 其實就是有點像 一個軟體生產線一樣 那就是標準的寫漢工廠 那也是讓電腦幫你 當然最後 組合的工作 不是你在做 是電腦在做 所以電腦不會跳樓 所以就無所謂 我們讓電腦 當我們的寫漢工廠就好了 那如果你更有興趣 你也可以去查這本書 這本書我發現 有在賣 可能去年 不知道是誰寫的 他寫的這本 就是我們講的 Visual-oriented software 它裡面就會 可以講到一些 關於FOP 還有FOSD的一些 實作上的應用 那目前有哪些 Language support 這個東西呢 其實你去查 其實一般的語言 並沒有支援這樣的功能 這樣功能 有人是寫 Fremwork的方式 錄音的語言 是稍微比較動彈一點的 那如果說 像CR 用什麼底層呢 有人為了客製化 寫了一個實作家的語言 叫Visual實作家 那 當然它有些特殊的功能 可以提供給我們 去使用 那 JavaScript 有可能 其實是有可能的 因為JavaScript 這麼動態 動態到以前 都被人家罵得很爛 因為 血亂七八糟 大家怎麼痛恨 那 因為它太動態了 所以它實現FOP 當然是很容易的事情 因為它可以 隨時就可以把這個FOP 的概念放進去 只要我們 稍微做一點點簡單的 框架 就可以了 所以 為了這件事情 我就做一個嘗試 就寫了一個叫 WebJazz 你可以去嘗一下 它就在KeyHub上面 那 WebJazz實現這樣 一個簡單的小小的框架 然後去 去實作FOP的這樣一個角落 那WebJazz 那WebJazz 這個東西 然後我需要種一下 希望的種子 怎麼樣希望的種子呢 就是我們的希望是 就是如果我們可以 這樣子搞定網站 那是最好的 就把我們寫過的 寫的 寫的 全部把它拼起來 就完成了 我不必要多寫其他的Call 就是 我有一個功能 基本的Web 可以跑起來 然後加上User的系統 Admin 管理的系統 基本上我這網站的Service 就做完了 這樣當然是最好 這樣我就可以今天跟邱家 明明就跟著我收錢 OK 就是大家聽中的希望嘛 對不對 當然這就是 就是幻想啦 OK 那 那 OzopP怎麼做呢 OzopP其實我只要寫完 所以這幾盤是我的程式 真的是做完了 那前提是我已經寫好幾個模組了 就是 User Admin 那我不同的網站 我只需要 做 我也是同樣程式 只是前端可能長不一樣 可以 這個就交給幾三個工程師或 和Designer 想辦法了 那 基本上就做到這樣 這樣的程式就是一個 用WebJS去寫的一個東西 其實 你其實就是 我把這三個 WebUser User Admin 這三個模組 等於說 Mixing把它混合在一起 變成這些程式 所以 你接下來會想在剛剛這樣子 我是把所有的東西 都拼起來 這三個拼起來以後 最後我只要 就會拼成一個新的一個 Feature 那 在FOP裡面 你要想每一個東西都是Feature 它是以Feature為本 像 大家聽過OOP 就是物件導向 物件導向 那物件導向的意思是說 什麼東西都是物件 那 FOP 反而比較沒有這麼的 沒有這麼的 這麼 技術人在講這個東西 它比較偏Feature 所以它更貼近一般人的一些思維 所以什麼東西都Feature的情況下 就是 什麼東西拼出來 會也是一個新的Feature 所以 再來一個Feature 就是 已經被拼起來了 裡面 因為我已經有包了 HTEP的設備在裡面 所以我就直接可以進行一個POW 所以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寫 寫完以後 你就已經做完了 所以如果能做到這樣子 就完成了 那我就很開心 我可以跟何物收錢 那種 那總部就交換你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去問 這個結成的目的 OK 那它底層是怎麼樣運作的呢 那其實 很簡單 這我們剛剛看的講圖 底層運作其實就是 你把它想像每個個Feature 欸 怎麼了 好吧 那自己有問題 就是全部都不在 就是每個都是Feature OK 那三個Feature拼起來 會變一個更大的Feature 那下面三個Feature 你也可能是更多的Feature 拼出來的 所以其實它就是 一切的Feature 也是在地下 那你有最後你的程式 就是呈現的架構式 像一個樹狀結構的架構 好 那既然是以Feature為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剛剛那個圖 看到那個Feature 到底是怎麼樣的架構 那如果我們要寫一個 自己的 一個層次的話 用FOP寫一個層次的話 我們怎麼去寫呢 其實很簡單 其實這邊就有一個翻譯 如果你去有Github上科東下台的話 你可以去看到現在的一個翻譯 事實上你WebJS 你也可以用NPM裝 去裝一個Web.js 基本上你可以裝一下 其實一個最基本的一個Demo 其實長得像這個樣子 那前面也是一樣的 基本上你就可以 混在兩支 Jaws to the file 把它拼在一起 然後呢 我拼出來新的一個Feature 就會有這兩個方法 那怎麼拼呢 其實這兩支長得像這樣 第一個是Monk.js Monk.js 其實它長得就是一個PoroType Jaws to the file PoroType 那它會提供一個方法 叫HelloMonk 然後它會顯示出一段文字 那Dep也一樣 它其實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它有一個HelloDep 它就會有這個方法 那上面這個我等一下再解釋 所以我們先不理它 當作空的也可以 那當你有這個兩個方法 後 What.js就會把你這兩個PoroType 它可以拼起來 變成一個大的PoroType 你就想像一個PoroType裡面 同時擁有Mark和Dep 然後所以你執行以後呢 回到我們剛剛這個程式 就是你當你去執行以後 你可以執行它 可以執行它們兩個 然後呢 它就會搞出 現在你也踢得過來 所以其實簡單來講 這個它底層就是 PoroType的合成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那你可以想像它 有一個這樣繼承的味道 其實它就是一個 一個合成的一個動作 使用的OOP的一些功能 那其實是兩個 就是它們這個Mark和Dep 兩個原型 這個PoroType的合成 所以 它到底細節它怎麼合成呢 其實基本上 我們可以注意它的順序 你會看到 我先先 第一個是Mark和Dep 所以 代表它們兩個 其實是一個技場的關係 就是一個Mark叫Dep 技場的關係 怎麼樣技場的關係呢 OK 可能是亂倫 因為有可能不是Mark和Dep 有可能是 因為我剛才講到Fixer都可以自己批 所以其實 其實是你可以去隨便做的 其實在這個範疑裡面 Depr是繼承Mont 是個摩西社會 它其實是 因為我們剛才看到Mont 是先被 加進去的 再來是Dep Depr是繼承Mont 所有的方法 和PoroType的一些屬性以後 我再把Depr的東西加上去 這是一個底下的運作方式 大家就可以看到 前面有發現一個這樣的東西 PoroType 應該要講就是 Construct 當PoroType 被建立成一個 新的因子程式的時候 它已經有執行這個方法 做一個初始化的動作 它當它在執行這個方法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 這是我們設計的 Super Keyword JR2沒有Super這個東西 只有 在Java裡面可能會有 或其他原本也會有 可是在JR2沒有 所以我們就設計了這樣一個 模擬OOP 這樣繼承的一個 一個概念在這邊 其實基本上 可以呼叫前一個 就是 這個代表它呼叫前一個 Contract 它的前一個是誰 就是MOM OK 那這個代進去 你是代自己的 代自己的這個 PoroType 進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初始化的動作就是這樣 當你建立 拼成一個新的Future 被建立的時候 它第一個 會先執行 DAD的Constructor 就是剛剛那個DAD 然後DAD 會去透過 因為執行Super 它會執行MOM的Constructor 那如果MOM也有 也執行這樣的東西的話 所以你看 回頭我們就看到 OK MOM MOM也有跑這個 所以它就會執行它上面 那它上面沒有Constructor 因為 他們是只有他們兩個 在裡面而已 所以這個就沒有作用了 所以 它會 所以你這個基本上 你把前進去游起 每幾次都一樣 OK 好 那 所以你運用這個東西 你可以做很多的功能 其實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取 你可以如果 你可以取代或是去 去 去 擴展它 那取代什麼呢 假設 假設 我DAD 我加了一個 新的方法進去 叫做HELLO MOM 那是不是它有MOM衝不到了 對不對 那 所以 它跑出來結果 我就會變成 I kill the MOM 就是那個HELLO MOM不見了 OK 那如果說 我只是想要 擴充它 那我就 這樣寫好了 那 我還是 我還是一樣在DAD 裡面寫一個HELLO MOM 那我就是 我一樣寫這條文字 那第二個呢 那我就用這個 SUPER的這樣的 KWord去 去 告訴他 告訴他 OK 你去執行我前一個 HELLO MOM的方法 所以就是 它會先出現這條文字 再去執行 MOM裡面的這個 HELLO MOM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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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這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它會在HELLO MOM之前 插一段文字進去 那這個就是一個擴充的一種方法 其實它應用了大量的一個 OOP的概念 那 這個是它的一個 就是它希望 什麼東西都是隨的 合成的方式 所有東西都會合成 變成一個 的方式 它這個和OOP OOP 可能最後你會合出 一堆的object 然後 再想這個object 我們要互相去使用 但是在 FOP裡面 它合出來的 feature 它希望最後是 one… one… 全部都是回到一個 樹根裡面去 所以 是一個樹狀學多的一個情況 那這樣子 有什麼好處呢 我們就來寫個網站 去試試看 那寫個網站 其實你就可以 假設我們有一個 web的一個 一個feature 已經寫好了 你就可以直接這樣寫個網站 那 因為 web.js裡面 內建的一個np字 我去做一個 範例用的 所以就是 有一個 web 那 所以你如果 install完了 web.js 你就會有 這個 基本上 就是內建的一個 小的feature 所以 你可以直接寫 直接跑這段程式 如果你有web.js 的話 那 它裡面就是 包著 express 所以 所以 你剛剛那樣 你都可以跑出一支 簡單的web 那到底它會跑出怎麼樣 web呢 其實我這邊可以稍微 demo一下 OK 這邊有一個 OK OK 我就這個web.js的目錄 那 其實你剛落回來 可能會看到這裡面其實有一些 有些範例 那 我先 好 哈囉 哈囉 我裡面其實是剛剛那一支 哈囉 我裡面其實也有一支 file 那這支file 就是app.js 你可以直接把它打開來看 其實就是這樣 剛剛那樣 OK 那因為 我內建有一個web 所以我直接跑起來 有一個web 所以你跑起來以後 它其實就會跑在剛剛的 看什麼 發力吧 對不對 所以你基本上就會出來 所以基本上你會看到一個 一個 就會有一個頁面 那到底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只把一個個子包起來 所以web engine 在web.js裡面 我有寫一個feature 那 它就是直接 直接放在web.js裡面 原則上呢 其實它跟web已經有關係 所以 就是我問一下demo去建 我就把這個東西 偷偷放在web.js的library裡面 讓大家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簡單來講 這是一個web的一個feature 那它的contractor 基本上就是 OK 我先建立一個express 然後 其實我 我就設計了另外一個方形 叫做configure 然後目前沒有 釋放任何東西進去 那 那 接下來呢 我就 我又建立了 我為了一個feature 我加了一個方法進去 叫做rotters 那rotters幹嘛 其實就是 建立很多的rot rule 你就可以定義 我的首頁 也可以回傳什麼文字 這樣 OK 那 我再定義了一個 就是listen 所以剛剛我可以打listen 把它填就是因為它執行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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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方法 然後它裡面就會找一些 基本的 剛剛我剛剛定義的 configure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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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去直接跑express 去跑po 那這邊可以這一台先不管它 基本上就是把這個po 帶進來 OK 那就是一個基本的一個 一個範例 就是 就是我準備去包裝一個express方例 那如果說你要去 接下來你要用到express 其實 你只需要去繼承 寫 就寫一個你自己的一個feature 然後 擴充這個web的feature就可以了 那等一下我會示範怎麼做 那 你剛剛可以做自己的feature 所以你可以管理自己的feature 那我們就可以來寫個留言板試試看 就是依照 背上剛剛那個很簡單的web的架構裡面 寫一個留言板 那簡單來講 第一個就是我可以去定義 加一個path進去 對 我可以在這個path底下 可以放很多很多我的engine 所以你可以在這個example裡面 你可以看到有留言板的guestbook OK 它大概一家架構 就是有一個fjs 然後有一個engine 那fjs的程式 就剛剛我寫的一樣 你會看到就是 就是我定義所謂 我有一個engine 一個目錄 那裡面就會放很多的engine 那什麼樣的engine engine其實就是 指的就是feature的意思 feature 那這個 這個engine裡面有 有兩個 這個engine裡面有兩個目錄 那第一個是web 那我們來看一下web 我剛剛做了什麼事情 那這個web裡面有一個目錄 就是index.js 那其實很簡單的就是 它就是 更進一步的去設定express 所以大家如果寫過express 就會很清楚這段在幹什麼 其實就是把它加一個 一個template engine進去 然後還設定一個public 讓你可以放途方式 sx 前端的galscript file 那 那 這部分呢其實你加到這邊以後 然後最 基本上還是會取代 我剛剛最原始的web configure的這個 這支 這個方法 所以這樣的話 我的express 就會被設定說 我現在制約這些功能 那第二個呢就是 我覺得 我覺得剛剛那個什麼 Hello Hello Web Web 那個path 有快傳那個字竄 我不想要 我就直接取代它 把它清空掉了 我就把它那個 router給清空掉 OK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所以到這 這個web寫完 基本上我基本上的web設定 環境設定就已經做完了 那接下來呢 我就可以開始 做我真正的 get 就是開始留言板的部分 那我們先不看什麼 我們先看下面做什麼 留言板一定要有頁面可以留言 一定要有頁面可以看我所有的留言 還有我的post 可以貼一些留言上去 所以我一定要加很多的router router ok 那所以我在這邊 其實我在router router 這個裡面 我就放了一些很多的 這個 設定的一些路徑進去 剛剛雖然把它取加 都基本的都翻新 可是我這邊還要 還要加一些路徑進去 才能符合我的應用 那再來呢 就是 這邊為什麼有一個co-super呢 其實就是 簡單來講的是 他co-super就是 回到剛剛那個 我這邊看到這邊有一個路徑 有一個順序 他依賴這個順序 所以我們就看到這個 第一個是web 第二個是guessbook 那他web第一個 他取到的web 做了什麼事情呢 他其實就是先 去我的webguess裡面 找一個內建的web 的 feature出來 你把它叫做engine 把它叫我engine出來 那第二個呢 我用自訂的web engine 去把它取代掉 所以當你下這個的時候 他其實做了 是第一個 先找webguess的engine 第二個是 用你自訂的engine把它取代掉 那再來呢 下一步就是 再來下一步就是 使用這個web 或者engine 那當你放 當你放進去以後 我 我使用這個sutor 就是代表我去co-上一個 上一個 就是我寄成 沒有我寄成之前的那個engine 所以我扣上一個的那個方法 那上一個方法就是 那它的上一個方法就是 那它的上一個方法是誰 就是自訂的那個web 你外部把所有的路徑都清空了 所以 當你呼叫了這個以後 就是你把所有的路徑都清空了 然後你開始下面自訂的路徑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這樣的概念 當你去用以後 它就開始會 提起 增加你這些路徑上去 ok 所以你最後看到 其實大概最後 因為剛剛這兩個其實就是 做完所有的程式 所以你的所有程式其實包含了 第一個你有兩個endit 第二個剛剛我們有設定 所以你有public 你裡面可以可以塞 CSS 啊 funk啊 或是 image 或是你的javascript file 再來你可以放一個template 所以當這一個 這支程式我這樣子寫 我很厚厚 其實就是一個 完整的一個原本的程式 應該也是一樣吧 ok 因為我裡面已經有 放了一些template 還有一些前端的 framework 在裡面 所以它跑出來就會有功能 那我剛才有定一些API 所以它可以說 可以再去 有一些route的路徑 可以去得到一些information ok 好 ok ok 這邊轉掉 還好 剛剛有先說明了 ok 所以大家回回 剛剛講的 合成的順序是什麼 就是你web engine 第一個是在webgets 裡面internal 內建的 第二個是你自己自訂的web engine 所以當你去叫web engine的時候 它就會先去讀內建的才去自訂的 當然你可以說 如果你有一個同一個名稱的模組 想要可以疊加起來的話 其實你同一個名稱的模組 是可以 你想要一直去修改 修改同樣的名稱模組的話 你也可以自訂很多人的路徑 透過這個andpath的方式 它會依照一個path的順序 一一的去 把你engine讀出來 然後合成 你去讀出來 合成 所以這個web其實也是被合成出來的結果 就是合成它內建 還有你customers以後等 所以你只要想什麼東西就是合成 變成同一個 同一個物件 基本上你大概就能理解 什麼是feature 什麼是FOP 當然可能還有更進一步 可能它下一層還有更多的合成 那個東西可能是 這個可能就是更多 更多之後可能也有不再 再問這個問題 還好我剛剛講完了 這段其實在講的就是 就是剛剛的guessport 它的constructor是長這個樣子 其實就是很簡單 就是我設計一個變數的array 裡面放很多的流連的資料 因為我現在沒有放data base進去 所以我就是放在rame上面 所以有人新增流連的時候 它就會填到這個array裡面 其實大概做的就是這樣的事情 這邊剛剛我講了 理論上的所有的feature 都可以全部的合 可以一直重複的合成 你從來一個新的 可以把它抓出來 再合一次 一直合 所以你所有做的事情 其實都是像一層一層這樣跌起來的 所以它的概念上 你的layer一樣 可以一層一層跌起來 所以你的東西 其實不會有浪費的時候 只要你的layer每一層 都真的有用的話 那隨時哪一層 你不要一些發現 但可能之間會有一些相異性的關係 這個變成你要自己去處理這件事情 那基本上 因為你每一層都跌起來了 所以其實這層我可以 這個layer 我可能隨時倒退的quite 我可以使用它 OK 所以最第一個 mg 其實都是可能的 就是當你設計很多的feature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變成一個database 或是一個feature的資料庫 你可以隨時去使用它 或是我們共同 我寫好的東西 可以share 給你用 你寫好的可以share 給我用 那你只需要把它疊進去 你就有這個功能了 那我們就不需要說 我疊進去的話 你還要去學習 你怎麼去使用 基本上你就疊進去 就好了 OK Wab 其實除了這樣的話 其實還有更多資源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就是叫setting 因為你也知道一次 大家很多的設定檔 大家都是自己去設計 很難去 很難去 每次你做愛心的話 就要重新設計過 所以Wab 目的其實也是 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不要避免重度在做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你也想要不同的layer 其實它可能都要用到設定檔 所以你一定要有標準的方式去讀取設定檔 那什麼不然我就順便寫了這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跟FOP其實完全沒有管理 那這什麼樣呢 其實你可以加一個pad pad前面指定一個setting DIS 你就可以去指定一個路徑 放你的設定檔 然後設定檔就會在你啟動時會展入 那這邊你可以在你的example 這個example裡面就可以看到 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範例 ok 這個example裡面看到 看到一個這樣的範例 其實就是一個app 還有一個setting 那setting裡面呢 其實就是 比如說這是json file 其實就是一個 其實就是一個小小的設定code 一個接上 ok 那你可以通過這種方式 可以讀取接上 那個接上裡面的資料 就是在so裡面有個setting 然後 然後這是你那個什麼 接上在的名稱 像我剛剛有一個接上 file的名稱叫做 叫做 web.json 對不對 好 web.json 所以我裡面的內容就是長這個樣子 那我在這邊呢 我就可以去讀取 就像這樣這邊 這邊就是run 然後run裡面其實就是 我feature核心完以後 我的eason 我就可以帶出這個setting進去 接著它也有web.json 那裡面pope 這一個 這個變速 那 如果我剛剛在那個檔案裡面出錯設定 所以它是直接支援這樣設定的一個方式 所以你在所有的 所有的feature和 envine裡面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這樣設定 那只要開發者 只要把所有的設定 可以往這個settings的目錄去丟 就可以了 OK 所以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 FOP希望把所有的事情 這個簡單化 就是你配上delay的方式 搭配好一個同學 如果 所以我們就希望 都用方式能夠改善這樣子的一個 開發的一個流程 最後就像產品件這樣 你開發我們一定要去到最後 只要你開發那層 layer沒有問題 通常來講不太會有debug 那目前我把這個東西也應用在 我做的一些新的一些化學上面 包含了就是 自己在做startup 所以也做了一些化學 然後就把這個樣子 概念引進去做使用 OK 所以如果你有很多人興趣的話 你就歡迎你可以去加入 web.js的開發 或者說你覺得有什麼興趣 你覺得有什麼功能 是可以增加的 你也可以來跟我講一下 那這塊web.js其實 你就直接到你的debug上面 就可以去找到這樣的一個project 那這件事情 可以有問題 你就寫issue給我 或是你自己改的一些程式碼給我 或是你覺得像這樣很爛 你也找來罵罵我 讓我知道說 我要用這樣的方式 雖然我也這樣藏鮮 但是你覺得真的很爛 你覺得還跟我講 我是OK的 那當然如果你有別的興趣 我剛剛講到 我做了很多的project 尤其手機 尤其手機 我現在快做不出來 希望大家還幫幫我 會每個人發問 你手機做了什麼樣 其實很多事情 當然有一些有軟體的事情 有活動的事情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 就拜託幫他幫我一下 或是幫我推坑 那如果你對JOS2 你會有興趣 你也可以來跟我做一些討論 OK 那我剛剛講過 這是我的一號帳號 而且我們在每週四的網上 我們現在都會在一個地方 在卡士達克那一個地方 我們歡迎JOS Party 所以如果你對JOS有興趣 萬一每個禮拜十就來 就是沒有任何目的 的人就是來這邊 跟我們大家聊聊天 或是在這邊 自己做一些工作也可以 那有時候我們會有一些活動 就是會有些主題 像我們會請一些講者 來做一些分享 那我們也會不定期的一些公開 那原則上 就算沒有主題分享 你也是可以來 因為我們都會聚在那邊 所以每週四的網上 你可以看到一些台灣的 在Facebook上面的社群的 公開的一個資訊 OK 那當然結束後 因為那邊還有大使館 裡面靠近那個通話檢驗室 所以我們每次結束以後 我們就會去吃點東西 觀光計 所以我們是整個 整個晚上的活動 是很開心的 很開心的 好 好 那今天 下一位是大家介紹的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 OK 你說 不好意思 他這個概念 跟我們寫這些 其實他跟Midware的感覺是有點像的 但是應該這樣講 Midware其實他在解決的其實是 某一個程度上的一個 一個 一層層 layer 他已經層 layer 一個扣下一個 一個扣下一個 他只是解決某一個程度上的一個 一個產品件 像在Express裡面 Midware其實就是解決 我當有給User進來Request的時候 我做了哪些的事情 一段落做下去 那在WB其實他用的 概念跟這是一樣的 只是他強調就是他希望 所有的地方都是這樣用的 就是他希望所有的 在層次的每一個角落都是這樣用的 代表說你層次所有的東西都能規範 當然是處理Database 或是我後面的Library 尤其我後面設計了很多 你的BaseModel在後面的時候 BaseModel可以擴充的時候 怎麼去做擴充它們的管理 這塊都是可以去做的 所以其實概念上 大家很想看概念結束的 是他更強調是 進一步是 全部東西都使用這樣 該拿去做 先請教一下 就是那個 你那個 WAG的概念 Mixing裡面是有線路順序的 對於模組來講 是有線路順序的繼承 對 那如果在不同模組當中 有一樣的Naming的Nacer的話 會不會最後include 會override掉前面的 OK 它的線路順序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你 Mixing的那個順序的問題 第二個是 當你有同樣的名稱的時候 它會依照 你那個Andre Path的 的先後順序 那當然預設就是 從web.js內部的開始 再來就是你自己加上去的 的路徑 然後是一個個讀出來做Mixing 所以它其實有兩個部分的先後順序 對 不好意思 那個 因為到最後是用那個 就是合成之後的那一個object去執行Method 對 那我的意思是說 假設的Method 那個模組A跟模組B 有一個叫做CreateMethod 那到時候如果在 裡面這一支 合成過的Option裡面 在Option裡面需要執行 那個CreateMethod的時候 它會執行全部嗎還是 所以就變成說你剛剛 像剛剛不是有Super的那個Q 對 所以你在寫那個Method的時候 你需要去注意這件事情 假設你是不希望別人 來用到跟一樣的名字的話 你當然就是 不要用Super那個 就是讓它把它取代掉 但如果說你覺得 你還是會跟人家有相同性的問題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個Super的方式去 說別人先執行還是別人後執行 你可以去做這樣的處理 OK 對 謝謝 我問你先講一下 一樣 因為它裡面裡面有 人家就覺得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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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其實程式大了以後 剛剛講到 剛剛我們就展示了 第一層的一個Feature 就是從程式 OK 在這邊 在這些範例裡面 目前都只有展示 第一個 就是第一層的一個Feature 就是我從程式啟動開始 然後底下有引入了一些Android進來 那就第一層 事實上每一個Feature 都是更多的Feature組合起來的 所以底下其實你Feature下面 還可以做一個更下一層的管理 也就是說 其實你真的不會去直接用到第一層的 這個Feature的所有的Method 基本上它可能還有第二層 第三層 第四層 像舉例來說 可能剛剛 我剛剛舉例的那個User 剛剛講的管理系統 使用的系統 那這一塊其實就是裡面會有 其實簡單來講 正在做的時候會有Database那一塊 那可是別的東西 可能會用到跟你同樣的Database Model 或Database的一些東西呢 那怎麼辦 它能不能跳過來去 你用這個Method去 裡面Database那塊呢 事實上就是這塊 就變成說要跟你進一步的管理 可能你就要把這個Feature 拆成兩個、三個 然後它最後會合成一個User的一個Feature 但是你可以拆成兩個、三個 別的路徑其實是可以 它是可以去合成你底下這個 其中一塊的Feature 到它的Method裡面去用 所以其實每一個東西都是可以重複動用 重複的去合成 那這個就是看怎麼去做管理 那這個部分今天我們也介紹到 其實它還有更多的一些 一些方法在裡面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也就是說在Feature裡面還可以Create 指Feature 裡面還可以Create 所以它有一個Command叫做 叫做Create 給它看一下 這可能文件到時候我要寫清楚 告訴我可能還要再加強路復的文件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實驗性的東西 其他這邊呢 我們還有一個GetFeature 然後在我的Project裡面 我可以開一些我的一些 特殊的Project給大家看 像我這個Project裡面 我裡面就放了很多很多的Engine 我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Engine 那有各種不同的Engine 管理 像管理API用的 然後管理 管理User的資料庫用的 所以這部分就是資料庫的一個Feature 所以你看到之前就是剛剛一個Feature 也一樣一個Polotype 那一個User的DataFeature 很多人會用到 所以我又建立了另外一個 叫做 我建立一個叫User的這個東西 去使用它 這樣 我在這個Feature裡面呢 它其實它是可以 Create一個Feature 在這個Feature之下 然後去使用這個UserModel 剛剛可以打配置這塊 所以相對來講 其實其他的 其他的Feature 也可以跑來去 去建立一個新的Feature 然後去把這個UserModel 把它引入回去 所以其實每一個東西是可以 是完全是可以共用 而且重新堆疊的 每個都有自己的一份UserModel 但如果你想共用 它有一些共用的做法 但是基本上 大部分的一些工作 其實上 是可以用這樣的話 就合成出來 所以你現在感覺每個東西 像有幾乎一樣 這個堆下來 那個堆下來 它就有動作了 比如說 一個 你可以create很多 很多Stop的Feature 是拉自己的 對 對 你可以用別的Feature 把這個拉進來 然後拼起來 對 所以其實它是把很多東西 變成一個小小的 一個小小的 一個元件 小小的一個Feature 所以就是用這樣 合成的方式 把它一個合成 對 對 太獨立 那還有什麼 其他問題嗎 沒錯 想請問一下你 就是這種 包一層的架構 在第八屏上面 會不會遇到什麼困難 因為 我已經 有用過一個 就是 StateStreet 它也是 類似這種架構 那就是 最後它 Exception 噴出來的時候 是 最後的那個up件 那變成我 沒辦法知道 它這個 method 在哪一個 哪一層裡面 對 變成 我都直接去 搜尋它 搜尋搜尋搜尋 所以它的 剛剛我有提到 因為每一層 它就是 independent 它是獨立的 所以它每一層 其實沒有 沒有 非常 一定有 一定有相依性的問題 所以它其實它每一層在 亂 雖然它看起來 跟合成成同一個 一個 合成成同一個 那個 或者看 實際上 它還是各自的 運作 所以你在跑的時候 如果發現 錯誤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 在哪一層 壞掉了 它不會說 跑出來是一個 拚完以後的一個結果 來告訴你哪一層壞掉 我知道很多的教育客 就是這樣做法 所以它把它 最後合成一個 壞 或者合成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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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東西以後 它死掉 或是 你不知道到底原本的 在哪一層層裡面 但是 目前這樣做其實 如果有壞掉的話 就是 你就可以看到它 在哪一個教育裡面 我並沒有真的把它 變成 屍體的一個合成 它是在 在於 那個 執行的情況下 它是把它 讓你感覺上它 好像是已經屍體了 實際上並沒有 它是各自物件 還是獨地 還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嗎 OK 那 那 如果沒有大家有問題 那今天我 套去之後 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好 我們要謝謝 我們來做我們的演講 今天是午餐時間 等下1點10分 在這個會場會 有宣傳公司的教育 大家可以休息 謝謝